而除了大家关注的疫苗之外 另外疫情也冲击到物资的跨国供应链 来看国内的医用手套货源接连告急 连年底本来要禁用容易导致过敏的寒粉手套 现在都有医院考虑要重新将就使用 甚至有些诊所不得已 只能选择使用免洗的PE手套来应急 国内医师表示目前医用手套已经长了两到三成以上 同时也面临了缺货危机 呼吁应该要比照口罩 超前部署来控管数量做好统筹分配 不过食药署回应说会居中协调 有多余存货的厂商 优先供货给缺货的医院 至于价格的部分 也只能让市场自由交易难以干涉 小儿科医师看诊戴着医用手套 避免接触患者提议 只是受到疫情冲击 国内进口医用手套货源接连告急 不少医疗院所采购困难 政府没协助只能各凭本事 找厂商购买 医用手套主要用在手术 换药等等会接触到 患者伤口的时候 以及体液黏膜治疗或检查 部分外科牙科医护 每天平均用上十几副手套 都有可能 如今面临缺货 部分医院使用寒粉手套替代 虽然能够止滑但粉尘容易导致过敏 甚至有些诊所改用免洗塑胶手套 不过戴了之后 因为太过松垮 手部动作变得不灵巧 只能做应急使用 医师护医食药署应该主动协助 统筹分配 小鼠回应由于医用手套 并未列为征用物资 目前只能居中协调供货 另外也已经暂缓 明年含粉手套输入禁令 只是防疫重要物资 没有提前控管 就怕疫情卷土重来 可能上岩断缺危机 接着陈子反映丽宇台北报道